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凑在一起 自然就没时间想父君宁了 小燕叔叔 他是男的 叔叔自然是男的 小燕是谁 滚滚看着他父君的眼睛 想起了未来他父君的种种厚脸皮行为 觉得不能告诉父君 不然小燕叔叔怕是不能安全长大了 于是敷衍道 就是青秋一起长大的朋友 帝君欧了一声 把小凤久举得高高地倒 小白还很花心啊 居然有三角和五角 是不是很坏 小凤久咯咯地笑着 帝君道 未来的你在想我 还笑 而几万年后的凤久 此时 并未如帝君所愿在画旁等他 而是在和成玉 少晚和酒聊天 凤久这里不过一日光阴 知道帝君去了哪里便安下心来 少晚来宫里听说帝君回到了凤久刚出生的时候 想象着帝君怀抱小凤久喊夫人的样子 笑得前仰后合 开心地搂住凤久道 这回可安心的撸狐狸了 三个人在花园里饮酒聊天 顺势惬意 墨元天公一事后过来接少晚 被凤久和成玉给推了出去 成玉笑道 此日后我们就在一起过了 你还是回昆仑虚守山吧 喝得顺势尽兴地少晚抱着墨渊道 你先回家带娃 趁着老冬华不在 我露露她的狐狸 墨元宠爱地看着她 她回来岂能放过你 不是有冤地在 她有啥可怕的 凤酒和成玉上前拉过少晚 打去她 这是欺负我俩单身啊 快来喝酒 墨元笑笑出了太成功 刚巧碰到闪闪接下课的白琪白话和熙灰回来 白琪看见墨元就躲到闪闪身后 墨元蹬下身慈爱地看向白琪道 你天天背着金蛋 她是我儿子 你应该也是我家的 白琪撒腿就跑 边跑边喊 我是我娘亲的 进了后花园扎进凤酒怀中 娘亲 不好了 小破龙她爹爹要抢我了 少晚捏捏白琪的脸蛋 都跟你那爹学坏了 要抢也抢你姐姐 抢了你把我都给吃穷了 闪闪远远地看着凤酒 觉得如果帝君此刻看到她夫人并未想她 该是会伤心的 此时 几万年前的太成功 帝君抱着小凤酒对画上的夫人正悠悠地道 你该喊小夫君吧 滚滚对西女儿语 如果白琪在 会不会说自作多情这个词 两个人偷偷地笑 几个人在书房等了许久 也未看到画上有回信 帝君失望地抱着小凤酒走出了书房 刚巧看到思命在和众林滴雨 帝君看着思命想起了铁舞角的问题 帝生对小凤酒道 我要好好地招待你的好朋友 思命见帝君出来 上前请安 看着小凤酒可爱 对着他笑笑 帝君道 很可爱吧 非常可爱 帝君挥手从鱼塘里捞了条肥鱼 对思命道 小白最爱吃我做的鱼 你留下来陪他吃 连颂刚到宫门口 听见吃鱼停下了脚步 看着不停抖腿的思命偷偷地溜掉了 连颂自从听到帝君要思命陪小凤酒吃鱼后 好几天不敢进派成功 整日纠缠着承玉陪他种萝卜 九重天上的各个宫里 经常收到三殿下送去的萝卜 自从他无出种萝卜的含义后 连颂对承玉说话越发暧昧 眼力琴瑟也是浓 经常在萝卜的里寻了机会亲近他 承玉虽有时被连颂扰得心慌脸红 可终究没忘了他花花公子的身份 今日连颂又缠住承玉陪他去地义种萝卜 承玉看着又一茬的萝卜 已经从土里冒出来 蹲下身拔着萝卜 一会送去太成功叫西女坐高 连颂看着承玉一根根拔萝卜 手指微动 他手里的一根萝卜说什么也拔不出来 连颂上前 这萝卜种得太结实了 我帮你 他稍用力 萝卜就飞了出来 承玉向后倒去 连颂急拖住他 两个人一起倒在了地上 承玉看着半压在自己身上的连颂 恍惚间又回到了大西朝 不禁适适的他总是喊着他三哥哥 连颂缓缓地移了过来 就在他的唇要碰到承玉时 他手里的萝卜狠狠地砸到了他的头上 承玉骂了声无赖掀开了他 起身拎了筐萝卜去太成功看望西女 好巧不巧的半路上遇到天君和天尊 承玉上前见过礼后准备离开 天君看了承玉一眼 心中突然有个小火花被点燃 帝君的女儿西女长得和承玉 原君甚是想帝君老人家和承玉 难不成是通过连送暗渡陈仓 想到这里眉头一动 喊住了承玉 承玉原君这是去哪里 去太成功给帝君送菜 天君笑笑 对原始天尊道 这事还得与帝君商议 不如就去他宫里吧 几个人一起进了太成功 刚进宫门 西女看见承玉便跑了过来 非常开心地喊了声娘亲 天君觉得自己猜测得非常正确 原来帝君的夫人就在天宫 帝君一边和小凤酒玩 一边和天君几个人议事 待正是一过后 天君看了一眼和承玉兮兮的西女开口道 帝君一人带几个孩子甚是辛苦 如果帝君要迎帝后进宫 我去安排操持 又看了一眼承玉道 承玉原君虽是从凡事非生 却也是这九中天上最聪慧貌美之人 帝君看向天君 哦 你认为他聪慧貌美 天君眼力笑意甚浓 四海八荒能和承玉原君媲美的怕也不多 甚好如此高的评价 肥水不外流 天君的脸上一片春色 帝君却接着道 就把他送进连宋的原济宫吧 刚才还是一脸春色的天君 张嘴愣了片刻道 帝君玩笑了 连宋他还小 他小没关系 原君他年纪大就好 看了一眼怀中的小凤酒 又道 四海八荒哪里有人美得过我家小白 轻风一吹 天君悟出自己猜测的结果不对 善善地笑着告辞 帝君看了一眼连池对天君道 你最近太过操劳费心 就留下吃饭 我亲自去做 天君偶有听连宋提过 帝君最近在研究做菜 很想尝尝帝君的手艺 笑道 那就辛苦帝君了 你不辛苦就好 帝君嘴角挂了一丝笑 抱着小凤酒向上房走去 崇林看着先告辞走的天尊 觉得能躲过帝君菜的人 都是有大智慧的 此时 连宋躺在萝卜地里 望着天空的流云许久后 觉得太聪明了不是啥好事 有地却不能种萝卜 太煎熬 突然想到了帝君研究的紫薯饼 灵台一片清明 连宋觉得不能自己受苦 要去引导下帝君 他今太成功时 正看见他父君正对着帝君的 鱼夸赞色相好 眼看着他父君举起筷子 连宋人引一闪又溜了出去 连宋晚些时候 去他父君宫里给请安 看见药王伺候在身边 手边放了一盏盏不同的药水 连宋假意问道 父君这是怎么了 天君看着自小跟在帝君身边的小儿子 盛世关怀地问道 你可吃过帝君做的饭 连宋忍着笑道 吃 天天吃 天君眼里流出颇是心疼的眼神 看来你跟在帝君身边 练就了百度不清的功夫 连宋心道 还不是我腿长跑得快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